好 在了解了既亏人的一个初始化与选择器的一个仅仅实行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到那个既成的一个实性 我们看一下那个既成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实性 该怎么处理它 比方说我们这里写上 我们的实性就很简单 前面我们学过 那个通过拷贝的形式实性的话 就会牵涉到那个前拷贝与深拷贝的问题 是不是 我们就不考量那么多 就是纯粹的一个简单的实性 前拷贝 比方说我们 而且我们也是处理一种情况 就是对它进行插进的一个扩展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 比方说FearR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函数只处理一种情况 实行继承 并且只处理只有一个 参数也就是 继承的 也就是插进的形式 插进的扩展 这种情况 所以的话 既然只有一个参数的话 我们首先是得到那个参数 Arguments 然后就是等于 然后就是等于 这是最简单的实现了 这样就已经实现完了 实现完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 如果你传了一个对象过来 同时是用这种方式来调用的话 此时的类似指向是谁 是不是指向的击溃的对象本身 它是个函数 同时它也是个对象 所以的话 如果你这种方式的话 就像下面这样调用的话 类似指向塔 所以是给它添加一个静态方法 如果你是给它添加实力方法 那么类似指向的其实就是 比方说这种调用方式 调用方式的话 它类似的指向是击溃的对象 所以这种方式 类似的运行的时候 它的指向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种方式已经达到了 扩展的目的 这就是最精进的实现 同时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达到了 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页面测试就可以了 回车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地方点extend extend 然后我们在这里传一个对象过去 然后我们测试一个什么 s还是前面写的 搞一个alert function 然后alert s回测 你就可以这样测试了 点sm 可以看到sm就弹出来了 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目的 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看一下这种形式 点fn 点fn 点extend 括号 然后这里也传一个对象 一样的 实力方法 方形 然后在这里呢 alert 一个实力方法 回车 那我们测试也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选一个dfa 然后点im 括号 任性 它也把它弹出来也不破错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它那个计程呢 已经实现了 也就把 我们迷你gQuery那个插件机制呢 也弄完了啊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那个gQuery它的实现啊 它的实现相对来说呢 就比我们复杂 呃 整体上呢 有三个地方要注意啊 gQuery那个扩展实现的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参数只有一个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那种情况 而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平时调用的时候gQuery 点extend 或者gQuery实力方法点extend 你传了两个对象 或者n多个对象的时候 就是大于等两个对象的时候 啊 记住都是对象的时候啊 它就是把这后面的东西 全部都加到这个第一个对象里面去 这是第二种用法 它还有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 gQuery 它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true 或者force这种情况 你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要控制它的前拷贝 与深拷贝的问题 啊 这种情况的话 比方说这个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那就表示进行深拷贝 把这个东西呢 加到这里来 这就是gQuery扩展实现的三个点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它在这里面呢 就定义了一些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把一个值 付过来 目标对象啊 就是要把哪些东西 加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它等于它的第一个参数 如果这个参数没处理的话 就搞一个空对象 是不是 i等于1 就变成后面的迭代循环的一个参数 但是等于它deep的话呢 就等于那个 那个深拷贝 是勤拷贝的那个值啊 默认是forced 然后一个选项 就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这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拷贝 处理那个深拷贝的情况 深拷贝的情况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参数是个布林值 如果是一个布林值的话 就表示 什么呢 你的deep 这个值的话 就等于那个踏起来 就是第一个参数嘛 是这个踏啊 然后你的真正的踏起来 就不是第一个参数了 就变成了第二个参数 所谓的argument是1 这是这个 然后你的那个 i的话呢 就跳过啊 跳过那个布林和踏起来 是不是 你有循环的时候 要把这两个跳过嘛 要从这个i这个后面的东西 循环过来 然后加到这个第一 第二个这个地方来 所以说i等于2要跳过去 这是这个 这是深拷贝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 就是什么呢 它的那个处理那个case呢 就是是一个自负创 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 就把它处理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种情况呢 就处理它的那个插进机制 就是说 它只有一个参数的时候呢 就把tug的呢 就变成了自己 是不是 i-的话呢 就变成 比方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只传一个参数 i最开始等于1 这里就等于0了 是不是 这是这个0的话 只有一个参数是1 所以说会循环一次 这个循环也会进来 那么进到这个循环里面的话呢 就是真正正正进行复制的 复制的话 它考虑的地方也很多 这个地方就是对它进行一个选项 就是目标的那个对象嘛 是不是 就是后面所有的那个参数的情况啊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阻止死循环 死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比方说你搞了一个对象 O 等于那个东西 然后你搞一个其他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它那个内蒙呢 它就等于O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要进行拷贝 特别是深循环的时候 而深拷贝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导致一个死循环 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地方就进行处理它 它就等于扩币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真正正正的拷贝了 是不是 这个代码呢 不是很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是击溃了一个本质实现 我们是实现了一个 仅仅的一个地方 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 刚才已经测试过了 今天关于extended的事情就讲在这里 谢谢大家